还我好吗? 我叫赵金银,爹妈给我取了一个好名字,有金又有银,但我实实在在是个苦命人,二十岁创业失败欠下了一大笔债,如今心灰意冷的在饭店打工,每月工资十分的微薄。 曾经有算命先生告诉我,二十三岁是我生命的转折点,过了二十三岁我就好运长半,起初我还不相信,不过今天我信了,今天刚好是我二十三岁的生日,从饭店下班回家路过白河边,在那光滑的大理石护栏上竟然被我拾到了一部iPhone7。 这东西眼下可是稀罕物,一部手机差不多能抵我三个月的工资。 趁着四下无人,我快速地将其关机揣入了兜中,又用最快的速度朝着居住的出租屋走去。 到了出租屋,借着昏暗的灯光细细一打亮手中的手机,我不由地笑了。 这手机上面贴满了卡通纸贴,机主应该是个女孩。 拔掉电话卡,随手扔入了垃圾桶中,将手机开机,看着壁纸上那个约莫十六七岁的青春女孩。 哎,我是不是太过分了? 小女孩的东西也要。 哎,不过俗话说得好啊,捡到当买到,谁让机主自己不把东西放好呢? 便宜了别人,还不如便宜我。 我自言自语道,更幸运的是,这部手机密码设置出奇的简单,两三下我就解开了。 人都有好奇心,我也不例外点开了手机相册,开始查看手机前任主人生活的点点滴滴。 看模样这女孩长得还算清纯呢,不知道,竟然还有这样的怪癖。 点开相册只看了一会儿,我便心惊胆战地退了出来。 小女孩太恶趣味了,不仅将自己的脸蛋画得惨白,每一张照片的背景也都恐怖地吓人。 有的背景是一面血红色的墙,有的背景是蓝雾弥漫的森森鬼林。 我这人虽然没心没肺,但胆子比较小,看见如此恐怖的照片,指不定晚上又要失眠了。 我又翻看了一下通话记录,奇怪的是一条记录都没有,同样的短信和联系人也是空空如也。 拿着手机又把玩了一会儿,随着时间流逝,渐渐地使到手机的兴奋也慢慢地消退。 昆毅来袭,握着手机我不由自主地闭上了沉重的眼皮。 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久,忽然一阵阴森刺耳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,寒毛瞬间根根竖起。 我连忙从床上跳起,打开昏暗的电灯,心有余悸地朝着四周张望了一会儿。 当我看见躺在床上的手机时,不由苦笑地说道, 哎哟,这小姑娘真是怪啊,这闹钟铃声也设置得这么恐怖。 再一看手机,时间已经到了半夜三点半,想着第二天七点又要起床上班, 我不由地摇了摇头将脑钟关掉。 想起刚刚那森然的鬼音,心有余悸的我再次拿起手机, 将其关机之后才放心地躺在床上。 重新闭上双眼,感受着身边的宁静, 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, 感觉脚像踩在了海绵上一样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。 然而就在我神游物外的时候,又是一道恐怖的鬼音在我头脑里响起。 我连忙翻身爬起,出于本能抓起手机放在眼前一看, 竟然是来电,这让我感到惊讶。 手机明明已经关机,电话卡也早被我拔了出来, 这来电到底是怎么回事? 难道iPhone手机已经如此的陷阱? 关机而且不用电话卡也能接收来电。 我读书少可不懂这种高科技, 而电话号码更是让我不寒而栗。 七个四, 这号码如此不吉利谁会使用? 难不成是境外传销? 我自嘲地笑了笑,挂断了电话, 然而还未等我将手机放下,又是一道鬼音响起。 这一次电话只响了两声,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,电话竟然自动接通了。 这让我十分的不解, 难道这款手机机主还能对其进行远程操控? 心中如此响着, 我慢慢地将手机放到了耳边, 半响之后才听到电话那边有声音响起。 求求你, 还我手机好吗? 一个女声响起, 是机主, 我心中不由地冷笑。 我这边好冷, 好冷啊, 我一个人好孤独, 你能将手机还给我吗? 不等我开口说话, 电话中连续传出一道声音, 这道声音和前一道声音相比, 冷了许多, 让我极不舒服。 见我久久不回答, 电话那头略做停顿之后说道,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里, 这里到处都是雪和骷髅, 所有人都不喜欢我, 他们每天都欺负我。 说到这里, 那女孩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。 我这人虽然有一些狼心狗肺, 但最听不得就是女声哭了, 于是当即心头一软, 我对着电话那头的女孩说道, 姑娘, 你别哭了, 我把手机还给你就是。 嘴上如此说道, 我心中不由暗暗地鄙视, 这小姑娘也太扯了, 为了要回手机, 竟然说了一堆又知道极点的谎话。 谢谢你, 你能现在就把手机还给我吗? 手机那头的女生, 窃窃窃地说道, 还是等明天吧, 现在, 那太晚了。 我没好气地对着电话说道, 答应将手机还给对方, 已经算是不错了, 对方竟然要求我现在归还, 我有一点不满, 可是, 我现在就需要手机, 我现在, 去你那里拿好吗? 女孩对着我说道, 啊? 好啊, 我冷笑着, 说完两个字便挂断了手机, 我不告诉你地址, 你倒是来拿呀。 挂断了电话, 我重新回到了温暖的被窝里, 可是没等一会儿, 我感觉自己脸上一凉, 伸手一摸, 我心中不由大海, 脸上不知何时, 竟然平白无故地多出了许多水珠, 脸盲坐起身来, 朝着天花板看去, 这一看, 我只觉得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, 差一点吓得背过气去, 在那天花板上, 竟然倒挂着一个白衣的女孩, 她浑身上下湿漉漉的, 不断地滴落着水珠, 看她那惨白的模样, 和手机相册中, 那女孩一模一样, 更为可怕的是, 此时她竟然咧着嘴, 对我哈哈大笑, 大哥哥, 我来了, 可以把我的手机还给我吗? 小女孩轻飘飘地, 从天花板上落下, 立在我身旁, 甜甜地对我说着, 还, 我还, 我鼓足全身的力气, 对那白衣女孩说道, 同时双手颤抖着, 将手机递到了女孩身旁, 谢谢哥哥, 天快亮了, 等我有空的时候, 再来看你好吗? 从我手中接过手机, 女孩冲我微笑说道, 不过因为她面色苍白, 对着我一笑, 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, 浑身发麻, 我出于本能的开口硬道, 不过我很快便意识到不妙, 于是连忙摇头白手说道, 别别别, 不好不好, 不待我话音落下的时候, 四周空空如也, 已经没有了小女孩的踪迹, 开着灯瞪着眼, 好不容易挨到了天明, 顶着黑眼圈离开出租屋, 再次经过捡到手机的白河边时, 却看见那白河边围满了人, 嘿嘿, 听说是因为玩手机, 没看到护栏破损, 才失足掉进河里的, 真是可惜了, 听着路旁的议论声, 我用力的挤进人群, 只见那地上躺着一个女孩, 看那面容和我昨晚见到的女孩, 一模一样, 在她那苍白的小手上, 还紧紧地攥着一个手机, 通过手机上贴着的贴纸, 我可以清楚地辨别出, 这手机就是我见到的那一步。